看到男子靠近醫院櫃胎 醫護人員連忙退後 下秒幾名醫護上前拉住他 沒想到男子還用力一揮拳超級失控 男子朝醫院狂罵髒話保全 怎麼勸說都不聽 抬腳做事要踢人 29號上午8點多 49歲上姓男子 突然跑到台中平等澄清醫院急診室 毆打多名醫護 導致一共9名醫護擦措傷 而他其實是醫院的前員工 你為什麼要打醫護人員 我會覺得恩怨 根據瞭解 上姓男子多年前 在平等澄清醫院擔任保全 後來因故離職 早在二十八號就爆出 他帶一名街友 到中區某間旅社 要求旅社替街友辦理入住一個月 業者不同意 相信男子竟然開始大罵拍打玻璃 如今跑到醫院無差別 攻擊醫護 脫序行為嚇壞不少人 到底是什麼原因 還有待釐清 記者楊潔昊 黃香婦 張體育台中報導 並無從天啊 大廣的 並無助 響 偏偏可以 很快 向高擴 局 by bwd6